外形酷式小型飞机螺旋桨可以上下扭转 科幻感十足 这是南韩现代汽车集团旗下的飞机制造商 所研发的电动垂直起降飞机 并且将它描述为汽车与飞机的融合 曾任于NASA的现代汽车主席申载员 对这款飞天计程车抱有很大的期望 他认为虽然目前全球的民用飞机数量不多 但像这样的新型飞行器 在未来很有可能会遍布整个天空 申载员说这款飞天计程车 比传统的直升机要安静得多 无论是起飞还是巡航 噪音都控制得很低 而且适合短程飞行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一百九十公里 在城市间快速移动 而且它目前是电池驱动 未来还可能引入氢燃料电池技术 更加环保 从现在起到二零二七年 飞天计程车将进行各种测试 和最佳化 为二零二八年开始量产的计划 做准备 德国企业研发的空中计程车 造型更是前卫 没有螺旋桨 而是靠机翼上两排风扇驱动 不只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 还可以平行飞行 而且不需要飞行员亲自上阵 就能远端操控 号称可以再运六个人 以时速两百五十公里 飞行一百七十五公里 每公里的收费不到台币六十四元 原型机二零二二年就已经飞上天 但正是商业化运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比西京法国企业研发的太阳能飞船 恐怕是第一名 长达一百五十公尺 上头覆盖四千八百平方公尺的 太阳能板 白天利用太阳能发电 多余的电用来电解水 产生氢气 夜间就用氢燃料电池 让飞船继续飞行 这项飞艇计划在二十天内绕赤道飞行超过四万公里 平均飞行高度为六千公尺 尽管太阳能飞艇一号 平均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八十三公里 仅为传统飞机速度的十分之一 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在任何地点起降 无需依赖跑道 面对过度依赖化石燃料和高排放的转型压力 传统航空产业正在寻求突破 公式新闻沈路配编译